今天要给你们带来一期坦边白起的实战教学 那碰到对面打一个想来偷鸟的情况 我们就可以合力利用钩子拉过来 一蠢收下 关于白起开局参团的选择 大宝个人是不建议频繁游走的 前期以刷为主 因为大招的控制时长和自身生命值有关 这里给你们展示一个错误示范 也是很多新手白起玩家的通病 抓住玩落地的瞬间嘲讽结构 然后就白给了 白起和大招是需要队友配合的 我们自以为抓住了机会 其实队友已经没有作战能力了 且身后还有一队人 所以大招释放时 一定要多留意场上局势在判断 关于对线 我们的抗压能力极强 只要你没有单吃对面的想法 你就永远不会死 当然了 想单吃也不是不行 讲究方法 321标准连招 哎呦呦呦 紧张了呀 原地把变身给吓出来了 虽然吧技能全在CD 但是咱们有黄刀呀 又加一速又带真伤 无兵线 越大 强烧 现在队友在上路几件 我们这个位置就不用过去 看一下团体的位置 不要让他去支援 虽然看着好像没啥意思 谁也打不动谁 但要记住 塔克是达野 再看看我们达野在干什么 等队友支援到位 反说嘲讽 两人瞬间暴毙 78玩摆器主要是心态要摆正 我们是坦克 就该承担坦克的义务 别拉上着Carrie 有时候保护队友不被击败 也是一件很自豪的事 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